欢迎大家 我们这个分组讨论 现在的时间是11点35分 我们会去到1点就完结 今天在这个分组讨论 我们很荣幸邀请了韩永年老师 我叫老师 他现在在武汶文理工学院 教社工系 但是以往我们认识他 其实他在香港是非常前线 非常前进非常积极的 就是做关于drug 关于青少女 关于妇女的工作 也曾经在他们做一些女儿工的拍摄 他在社会运动参与得很热烈 如果你有可能看他的作品 也听过他很多的talk 例如我带小朋友去毒品资源中心的时候 每次都会按一下那个按钮 就会看到韩永年老师的访问 现在他都在香港那边做他的博士论 是不是埋尾声的按钮 刚才我聊天的时候就说 很有趣 原来以往在做disco的party drugs 就是可能我们以前叫软性药物 但是现在是在做针孔 这个非常配合到我们今天整日的题目 因为我们讲的是 援害的方法 以前我们很认识的尾山童 现在很少提 只是说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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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之外其实有些什么呢 厌毒除了警察之外有些什么人呢 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高峰会 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多个意味 听过有朋友就说 高峰会是一年一度搞的 所以这次一定要来 是不是一年一度搞呢 当你看到的时候 只是95年96年 彭定康搞过之后 之后就可能是小机构 去扮认一下一些研讨会 两岸三地 讨论一下 之后其实一直以往来的 就是政府自说自话去推一些 关于毒品的一些政策的修理 勞尼拉差去做这些校园验毒 头发验毒 有没有一个咨询 有没有邀请业界 我看到今天其实高层低层 中层市民什么都参与 真是去研究的 以往为什么会推出禁毒基金呢 是真的大家去谈出来的 有些条例是谈出来的 但是搞到现在其实真是20年 我们搞民间高峰会 听到的呢 他开始害怕了 我们真的走出来去谈 所以呢 今天小施说给他听 以往发生什么事 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 还有前世的头工不是没有路走 我们有很多东西走过 我们不一定要把东西交给警察 好 那我就将时间交给你 因为我们今天很紧臭 他有四部分 还要讨论 记得提我提他 留下15分钟 大家要多给一些意见 再提多一句 我们有朋友在做一些摄影 录影 有些是纪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讯息很重要的 我们很希望 真是告诉政府 我们的意见是什么 我们的阵线 交了很多很多份的意见 然后他们说 数目不要紧 如果要整个摄影 但我收集得很重要 在阳石也有收集 在前线同学也有收集 在街头也有收集 做了很多行动 甚至于他就说 他就说 我现在去随便学一下 先回来再搞你们 所以这个我们的记录 大家不介意 你说我开名不要紧 你背着镜头说 不要紧 因为我们都希望 只是收集前线同学的 的的的的意见 就会放在我们社工阵线的 这个网页上面 可能今晚你看到 刚才都可能也看到的 那你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交给你的 我用这个麦克服 OK 好 那就争取时间 因为上一次 我刚刚记录了 原来我上一次来证会 又在这个房 就是11月 那我就先 因为我怕我会很悶 又重复说上次的东西 那我就先看看在场的朋友 有哪些是上次11月来过证会 他又是 就会社工课程那边搞的 和后来举一举手 都不是很多 在我预期之中 少过三分一 那我不怕再重复了 那其实我都准备了一些新东西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 是啦 刚才阿Pat都介绍了我 那我在澳门理工那边 就教社工课程 那里面也有一科 濫药这一科 那就 我觉得在那边的 发展是很好 一来呢 就可以给我说一些东西 就算没人明白 现在都迫着那些学生 要听我说的 那 那我自己就在那边 其实一直都将我自己 过往在香港做前世的经验 有一些的整合 那刚才有同工 就 都 聊聊聊天 那我自己一点点背景 我用一两分钟 介绍一下 那这样 就让大家都会了解一下我 从而令到大家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会有 就是所谓 因为我刚才阿Pat说 由Party Drugs 到现在我自己的学生 是会做打针 那我都觉得是很有趣 我想我以前 就是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打针 就是Helorine 就是白粉那些 那些呢 那些呢 就是业余的纪录片导演 不过我是在澳门那边 那我就拍过三套纪录片 那其中 女儿工就是拍外容 那就是小小广告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其实我是 是欢迎可以把澳门的 关于外容的一些情况 都欢迎在香港那里 就是放映任由 那就是再远一点点 就是说回就是 我第一套纪录片 就是拍在澳门的 一些针筒著石子的 一些情况 那也是开展我自己 07年 其实去了澳门 做全职教书的时候 就是一个的 我自己的论文里面 透过拍摄 就是我等一下都会 讲一些 其实一些research的方法 是可以 质性不够的方法 其实可以很多样 包括现在 就是已经 在外国都很流行 用visual data 就是用拍摄的方法 那我 或者讲一些 我自己当时拍的 为什么我会用 拍摄的影片的方法 去拍摄 针筒的部分呢 就是因为在英国的时候 十多二十年前 其实因为 我现在讲一些东西 可能是 我讲的是可能 2003年 其实在欧美的地方 他就开始讨论的一些东西 但当我看的时候 可能是十年之后 再带回来 翻译中文 其实可能有一截 就是这样 所以可能今天 可能我讲的东西 可能你会觉得 有些out of context 因为 就是刚才听完 现在香港 是要走回头 讲校园 我这一个回顾 都觉得香港 好像是 就是我在对面海远距离 看回香港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 觉得好像 香港倒退了 反而反过来 在澳门 我还在潜围 我等一下可以告诉你 澳门如何潜围 我就先说回 我那时候去到澳门 因为我要读PhD 因为学院教书 一定要读 我刚刚完成了 我的第二个石说论文 就是在HKU的criminology 我就认识了嘉林 下一节 也在这个室里 刘嘉林 刘嘉林 刘嘉林就是我当年的 一个Master的同学 他那时候 就是做Wave Party的研究 我就做Party Job 就是我在一个前线社工 回到学院读书 那时候 我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社工 和一些Party Job 用户 好像是两批人 就好像Viktor 那样说 局外人和局内人 正正当时 那时候 我就是说 就是Outsider on the inside 就是我的学书文 如果大家有兴趣 HKU也会找到 我的Partpoint里面 也有一个reference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那个Outsider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作为一个外展社工 去到Party里面 去接触一群Party Job users 其实 我是很想扮Inside 但是原来一个外展社工 都是Outsider 那那个论文 大概就是这些原因 那好了 那接着我就说回 我2007年去到澳门的时候 那我就 就是 看到一些literature 就说用一些 研究分裂的方法 那他就 那他就 那他研究方法很有趣 那说针筒共用 大家我想都会知道 针筒共用 就是针筒共用 所以有美沙童的出现 那好了 那在外国 他们开始了一个奇怪 那在外国 发展了美沙童 那么多年 为什么仍然都有一些 针筒人士 都会共用针筒的呢 那他们想的 都想不到 那他用了questionnaire 做了访问 口头上 连问也都问不到 那问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其中一个 看到一个 去了一次的conference 我看到他的一个 研究方法 就是用一个video 那他就在一个 一个 濫约者的家 那他就和其他 濫约者一起住 在家屋里面 那他就做访问 那我们很流行 做interview 问他 为什么你会共用针筒呢 其实 我们已经有派针筒给你的 为什么你都会共用到的 我说不知道 真的没有共用的 那他研究人士 发思不得其解 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安装了一个ctv 当然是同意的 安装了在他家 那他就拍摄 拍摄究竟 他们发生什么事 因为在家屋里面 其实呢 原来就有两个 针筒共用者 但是他们就 不知道大家 是在家拍摄的 那他们就每次拍完针 之后呢 把那个针 这个我说回 就是他摄露了之后 出来的结果 那你就 他呢 每一次打完针之后 那支针 那支针 就没有记忆的那支针 那他就摄了下去 那些咖啡袋里面 那就 那没有东西 那我 譬如和Pat一起住 那他又不知道我拍摄 我又不知道他拍摄 或者大家都知道拍摄 不过我想让他知道 所以就摄了 好了 那他又不是 那支针 是他的 他就把针拿出来 那这个就是 当年那个 英国的Store 他就透过 泄露这个方法 就 原来发现死了 原来同一批 那些人住在同一个地方 地方里面 就会有共针的情况 从而发展了之后 其实我最想说 从而发展了之后 就出现了一些针 那在英国就有一个社企 就是由一些护士 一些 一些护士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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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个叫Nedo 就是 Extranged Suppliers 的社企 他专做针筒 那我今天就没有带来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的照片里面 会有他一些照片 那他们就 将那些针筒 就变成了颜色 就四种颜色 很颜色 很颜色 原因就是 因为针套没有办法写名 但是呢 可能我就用回 我和Patrick 住的经验 我说原来你都猜的 原来你都打针的 那我为了确保 因为他们很省的 就每一支针就扔了 那我就喜欢粉红色 你又喜欢蓝色 以后我们去拿针的时候 我帮你拿 我就帮你拿蓝色 我就拿粉红色 那以后呢 麻烦你看到那支蓝色 就像牙策一样 那你就用回你蓝色 我就用粉红色 这个包裹没错了 而且在那支针筒里面呢 也都写着一句字 就是Never Share 然后有一个交叉 在针里面 好了 那我说的东西 好像很灵提 但是绝对不是 那就是 因为我一开始 我等一下 我就会先讲Harm Reduction 那这些东西呢 我当年呢 就去这个Conference 之后呢 我看到他们那些菇 通常是高峰会 那些Harm Reduction Conference 他就会 就是放这些菇 很Colorful的 就是四种颜色 那连那些盆 就是打针那些 开药那些盆 那些盆 都有一套的 总之你是蓝色 你就所有东西都要拿蓝色 包括那些针 和那个盆 就是我开戒的那些 白粉的盆 也是 那整个包裹很好 那我就印象深 我就拿了这些东西 回去澳门 因为我在澳门开展 都是做针孔研究 那你就很深刻 记得其中一个打针的 白粉的人 就跟我说 如果可以移民就好了 就是他很想移民过去 那我觉得 我想那个移民 不是因为那支针 而是说 就是当地的政府 是对一些 drug users 那种尊重 我记得我问 喂 其实四种颜色 就是我个技术的问 喂 四种颜色 那始终都会混乱的 就是你有十种 二十种颜色 你没办法 那你都不可以 在针那里黑名 那我记得 设计这个 那个针筒 那个社企 他那个负责人 跟我说 其实是的 不过呢 我们其实是很想 给drug users 一个讯息 我们 即他虽然是drug users 但是也很被尊重 等于我们的颜察一样 我经常都讲这个例子 跟我的学生说 就是你在家里用牙刷 你会不会和你老爸 或者你哥哥 分享牙刷 不会的 所以你是drug users 你都是用回自己的针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 令我更加再想到 Palm Reduction 那个 并不是只是派一支针 或者给美砂酮他喝 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即即whatever你是 pick drugs都好 连一支针都更照顾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令我再从另一个角度 去游针筒这些东西 再看回 就是Harm Reduction 那些东西 那么 这个小小一个简介 当然我自己的肌肉片 都是拍摄了一些很亲身 因为我自己 有小小社区的背景 那就转了 虽然没有了一些社工 就是一些 因为我在香港就是社工 但是我过了澳门的时候 我是一个 就是心灵的人 那我就充满好奇 2007年的时候 我就去到澳门 当时其实未好发展 很多赌场的东西 仍然有一些旧屋 有些懒的 旧石屋 那我跟一些外展的童工 就去找一些吸毒者 那我当时就很震撼 就是我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 都是做了年轻人 我未曾见过拍照 那我就很记得当年 我会拍一个肌肉片 就因为我拿了一个很老土的 就是那些傻瓜相机 那我就 刚刚一看那个烂屋 那边回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男人 在这里打针 那他打针的时候呢 其实他就另一面 因为他要脱着一条褲 打到那个股沟 如果同工是做打针的 你会跟我说 就是打到那个大动物那里 那他要脱着一条褲 那他就另一面打 那我就 因为当时我觉得 如果一般社工见到那些情况 就走一走一走 就是不要阻止人 不要阻止人 因为第一 就是怕他拿针刺你 这个大家是很正常 但是我当时就 我觉得因为我去 我就是 因为基于我刚才觉得 我们没办法透过问卷 去问到 为什么你会碰针 为什么你整个打针的过程 会有不干净 我就要去拍 我就要知道 那我当时二话不说 因为可能真的不是在香港 所以没有了这些包袱 那我一拿起来 我立即按了一个video的按针 就把它倒转了一部机 那样 那片段就成为我 发展之后的论文的一些想法 那我将整个过程就拍了 由他一路搅拌一些药 将蓝精灵拌下去白粉 接着那支针呢 其实就是旧针来的 那不就是在一只脈那里抽出来 还有一些血在那里 就拿了这些水 就去折一下折一下 就当是洗了 然后就脱了一条褲子 但是我看不到 那个位置我就没有拍了 结果完了之后 他走过来 接着同工就介绍我 我是谁 那我轻轻和他聊了两句 那整个片段 他的头上来就 横横糊糊糊 其实我相信他不太认得我是谁 那之后呢 我就很努力找回他 那就让我找回他 就在教育中心找回他 那开始拍了我第一部电视 就是被围起一些针痛 那当时就是在澳门 就是去 去了解澳门有一条法例 就是 香港都有的 就是 藏有吸食工具罪 那我刚才说 澳门比香港更前进呢 就是我从2007年开始跟 因为澳门的美生牛 就在2004年之后才有 慢慢尝试的 那但是呢 在2009年修了法之后呢 澳门是有交换周团的 那这个是香港的 那我刚才回去 为什么我会觉得 我去到澳门的时候 原来澳门还说 Harmouth 说得更自由 那原因呢 就是因为其中 去做这个 Needle Exchange 增同交换的 这个机构就是淘博的 那所以就 那个负责人是普通人 那所以其实 in a way 他是不受 就是很多政府之助 但是 纵使他是受政府之助 澳门的政府呢 其实因为他 是一个旅行城市 他的爱知病的情况 是不可以恶犯的 那其中就有一个契机 就是 同时我明显的数字 就是2003、4年 这段时间呢 就不知为什么呢 台湾又有一个 因为交换周团感染 爱知病的情况就爆发 澳门也都有 所以当年呢 我想如果做 美生人的同工呢 就会知道 哇 澳门和台湾 很多那些 那些 政府的人呢 就来参考香港 Power Reduction 的一些经验 那这个呢 就少少 我自己一个背景 那 都从中带回出 究竟 Power Reduction 是什么 那我就说 我的Power Point 就因为 因为環保的原因呢 不好意思 好像很细张 那如果 in case 你觉得哪一张Power Point 是OK的 欢迎大家可以立刻 拍摄它 也行的 那我都一直在加一些 Power Point 因为我都很担心 我会不会重复呢 又悶到大家 所以我到昨晚 last minute 都在修改 就是 那些Power Point 希望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就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 一些 你可能以前未曾听过 或者你觉得 你觉得適合用的 你就拿去用 不適合用 你不同意的 当然欢迎我 我也想听一下 那你就 Power Point里面 其实好像很多 我这份Power Point 有50多张 但是 为什么好像不动 行了 其实刚才说了一些 我的介绍 那我就希望 可以在 我讲完一个部分 有四部分 那我就会在那里停一停 如果大家有问题 在那个部分 也可以问一下 因为我会分四部分 就是第一部分 我会简单说 Harm Adoptions 就是什么 那接着呢 我就会批评 但是 当然批评那个 我会轻手一点 但是 因为我自己的论文 就是批评Harm Adoptions 因为我觉得 可能大家 对于减害的理解 其实都未好接受 那我就去批评 好像打沉了 所以我那里 只是两张Power Point 但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想知道 我的心路历程 为什么我现在 会反对Harm Adoptions 不然我反对Harm Adoptions 有另外一个 就是 和一个新自由主义的 一些观点 学术上面的 一些讨论 事后 如果大家有兴趣 譬如你喜欢Foucault 或Postmodern 或Postructurist 那些东西 就欢迎你 事后 我们一起再讨论 那我一个很棒 所以我只是两张Power 一张Highlight 但是 然后我就想 将一些 因为大家今晚是前线的社工 那我就将 因为我自己 也有社工的背景 所以 我就希望 拿到一些社会学的 一些Theory 进而去讲到 由减害去到自控 的一些想法 那有一些东西是实践 那我自己在澳门 其实后部分 第四部分 我就想多一点讨论 因为上一次我来这个房 去谈 就是我都有带到那些 自控手冊 或者是指救手冊 那我就 我不知道 就是上一次 有没有同工拿了 或者 就是可能看不明白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 尝试 可不可以在论述上面 将一些所谓 很radical 或者很critical 的一些论述 其实带回去 前线实践 看看能不能用到 所以我就希望 今天讲完之后 可能有多些时间 你告诉我 其实我能不能用得到 又或者 就是可不可以 其实听完我今天 讲完一堆东西之后 对你有少少 对于药物 或者对于年轻人 濫药 这些想法 就是 动动一下 就是我今天的目标 就是 动动一下大家 固有的一些 对青年濫药 或者对一般人 濫药的一些想法 至于 讲完之后 你会不会去吃 或者你会不会继续做 禁毒 先锋队 就是 up to 大家 所以我的简介里面 大家 选择来坐这个panel的时候 其实我就 很简短 因为上一张 给我写三十个字 这样 我咳咳咳咳 咳咳咳 最精华的那些字 全部都放在这个简介里面 所以其实 这几个大字 就是我希望今天可以讲到的 就是风险和响乐 待会我都会提一点点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讲drugs 就是讲 how reduction 都是讲how reduction 而已 缓害 都是害字的 但是 就是我刚才说 我在外国去的conference 就十年前 其实 我上次也有说过 就是 我记得当时 是有一个法国的 就是法国的一个 scholar 他就用法文说 他就说 哇 你们还在讲how reduction 就是大概说很多东西 其中翻译不回来 他就说 哇 你们还在讲how reduction 我们还在想象中 他的法国人 他就说 就好像很鄙视我们 现在还在讲how reduction 那样 你们还在讲how reduction 我们在讲 fresher massimization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这些东西 就是 你只是说了一个con 另一面 你就是说reduce harm reduce harm 那我们已经在讲 如何去massimize 那个pressure 而令到那个pressure 是在平衡着那些reason 所以这里 就是风险和响乐 其实希望我今天可以 好像带了一点点 跟上次的一些新东西出来 那之后呢 就创了一些自救的偏方 那偏方呢 就是由drug users去制作出来的 那由上而下的减低伤害 因为我说要批判how reduction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一直是 top down的how reduction 就算澳门现在 去派针都是没有 top down的 就是我看不到drug users 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些颜色针筒 它觉得它的right可以选择 嗯 我要粉红色 我要蓝色 你又想啊 就是连到针嘴都可以选择 就是我想我自己 现在的论文里面 就看到一些部分 但是回回去 咦 我又会看到 原来在讲自我调控 或者control 自我调控是可译的 那它英文就叫control use 或者drug management 但可不可以混乱的 我一讲这些字眼 是否很medical 那边是否知道 如何去吃药 一日吃三剂 一日你感冒又不要吃什么 不是那些 但是就相类似的概念 其实是放在elicit drugs里面的 那就希望提供一些多元的 一些自救和享乐 享乐这个是我今次加的东西 那我希望可以给大家想想 喂 不要经常想risk 想想其实呢 很简单的就是这些人呢 你做任何东西都会衡量 你究竟会不会做 那其实我们 大家很容易明白的 如果大家喝咖啡就知道 其实你喝咖啡 一定是有你的功能性 就是因为你要提神 希望大家也听着 不要闭眼睡 但是其实一旦你买starbuck 当然你有钱 但是另外一个 但是因为starbuck 给到你有pressure 那这个pressure 不是真的他好喝的 是因为你好像Pak 那你拿了一杯starbuck 马上拍完 那你挺pressure 就是这个experience 很pressure 所以其实 但是没有risks呢 就是你喝完咖啡 可能又会今晚睡不到等等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因risks and pressure 我们在negotiate 这个risks and pressure 这个是rationality 这个是理性 job users 一样是 他都会有这个理性存在 好了 那今天加到上次的六个关键字 如果上次有朋友来 那我加到今天 我刚才说我加了pressure 那这六个关键字呢 就是希望呢 我今天会在这个powerpoint里面 循环你会cover up 看到 但是有一些部分呢 可能刚才Richter 也有提及过一些部分 我就会尽量减散 那我就 我在我整个中文里面 我就很戒了一个字 我就戒了一个 藍字 我就用一个用字就算了 因为中文和英文呢 你可以看到 drug use 和drug abuses 是真的有这个字的 但是呢 如果我这样说 用弱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我中文很差 很差 中文强的 小家俊一定会明白的 就是用弱者 我真的试试 投稿去内地的general 就让他改回这些字 就是他不改我 吸毒者就算 他帮我加回藍者前面 那我就觉得 这些都是一种discourse 一种论述的 就是争夺 就是我要用用弱 因为我想清晰分分 use abuse abuse 和misuse 分分清楚 刚才提到有些字控 药物管理 人体意识 减害等等的部分 有一些部分 就是power point 你可以详细看 但是我会 跳过了它 其实在香港 我想2008年 就是我走了澳本的时候 都已经觉得 远距离望 就是我刚才说 我被人改我的字 我明明用了弱者 你又叫我 要改到濫药者 我已经很不高兴 谁知道 然后回来看香港 还说吸食精神科毒品 这个字眼 其实那时候 就开始看回香港 哇 为什么这么恐怖 就是濫药也不止 我们说濫药 这个字眼 已经是很labeling 很sigma 还要说 濫用精神科药物 我想香港 其实是倒退回头 作为了一种 研禁主义 来到容忍 就是backwards 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好了 Harm Reduction 第一部分 这张照片 其实是 我在去年的conference 就是 国际上开了二十多年 这个conference 每年他会去到 不同世界各地 最近一次 我是2009年 在亚洲 在泰国的Bangkok 搞过一次 他这个conference 就很困难 他就要去一些地方 你真的做Harm Reduction 才行 中国就很想他来 但是 中国也不是不行的 不要想中国好像很落后 但是 其实他在 交换针筒 那个部分 其实他也是 都在做一些事情 其实就是回去 跟爱滋病有关 这本书 就是 如果大家看到 他的英文 就是Abuse Abuses in the name of drug rehabilitation 我就一见到这本书 他就有一些照片插 讲述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 其中一个中国 或者不止中国 其他一些地方 都是 in name of drug rehabilitation 就是用滥药 来作为一个 就是 abuse 就是 其实他们困住很多 pick drugs的人 就是困住了他们很久 就是说 是想他们解 我觉得这个封面 就是 有人揭进去里面 也有一个chapter 是讲中国的 这个是在harm reduction 说论里面 harm reduction 就是很简单 就是 我用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定义 就是一个很实用的策略 就是希望可以减少 濫药者 就是因为药物而人 在这些伤害 我就restructure 了一些powerpower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focus在harm 虽然刚才我说 给一个法国的scorer 就串 你们还要focus在harm 你应该要focus my pressure 但是对于我们 最初去接触harm reduction 我们要明白 他的理念是什么 那么focus on harm 和是一个很pragmatic 是一个很实际的 就是 和很弹性的一个approach 不管黑猫 还是白猫 捉到老鼠就是老猫 不管什么都好 总而言之 可以减到害的 就OK了 那所以呢 其实没有一个 特别的定义 和一个程序去做 就是我经常都很简单 就是你戴眼镜 都是harm reduction 因为如果我今天不戴眼镜 我想我没有办法 在澳门过来 都可能跌到伤了 可能走错楼 走错个建筑 所以其实戴眼镜 就是一个harm reduction 的方法 我不可以因为我近视 而不出街 那我就要出街 所以我就戴眼镜 那眼镜就是harm reduction 的一个方法 所以其实harm reduction 是很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 我wound up了四年 其实跟我刚才一开始 讲的introduction 很有关系 其实它是一个公共的医疗 那美生酮針痛 針痛共用 我用一些比较理解harm reduction 是什么 就是和白粉 很有关系 就是不想因为外脂病 而传过外脂病 所以不想因为外脂病 而传过外脂病 不想因为共用针痛 而感染到外脂病 所以就有一个公共卫生的角度 所以其实它是第三条路线 就是你在这里说 那些人是不对 一个道德的批判 亦都是一个病态 之间下一条路 即使他是病态也好 但我们都可以给一些 缓减伤害的一些方法 上一个中间路线的选择 和那个人本关怀的价值 刚才我说针痛等于眼差一样 你可以选择你一些针痛 和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一支针痛 等于你拥有你自己的牙策 一样 那第三点就是从群众出发 和用药群体出发 就是bottom up 那个意思 所以我回去说 就是那个research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由外脂病 进入insider的想法 就是一个bottom up 现在会不会稍稍 这个其中一个反思 就是社工会不会退后一步 就是不是主导了整个 就是濫药的教育 或者药米教育 那到最后就是 其实可能如果 in the names of drug rehabilitation 的话 其实可能这个是涉及到人权 就是等于刚才知道 可能这半年里面 大家讨论了很多 一个drug testing 一个社区的研读计划里面 可能跟社会公义和人权有关 那就是HR 就是我经常都觉得 很鬼巧这些字 high reduction for human rights 真的很有关系 那就是这里里面 大概这句话就是说 其实drug users 都是一些很wonderable的人 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因为 因为没有一些足够的 medical assistance 所以他们是面对很多的歧视 和一些生犯私隱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这些的部分 是令到他们更加被缘化 所以我就是和一些同工 其实都谈过 就是其实在各方面的情况 都一样 现在其实大家面对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除了要处理政府 那么无知 那么无能之外 和一班刚才看过 survey的结果 就是原来要处理区议员 那 或者甚至乎要处理自己社工 因为可能很多社工 in names of rehabilitation 都会看 那因为社工都有两个功能 可能我们就强大了 做social control 那个功能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希望建构一个 乌托邦 那么这个乌托邦 就是drug free的environment 那么 而这个乌托邦 就是用刚才Victor说的 那样东西就是 就是其实是一个无心之恶 或者其实它是心存善意 那么 但是这个心存善意 我就再厉害一些去批判 这个善意就真的很好 很大人害 那么这个善意就是 会令到很多人 就是further 再被marginalize 就是 令到他们那个 那个drugs的伤害呢 就是可能被本身那支针打下来 那些drugs的伤害 是更加大的 那么implication 和social worker呢 就是很简单 就是respect和suspect 有一些英文 就是他们外国的这些 究竟我们是尊重 还是suspect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 就是等于我自己回顾 2057年 第一次见到那个 那个纳日者去打针的时候 我刚才不是说 第一次见到你会走的嘛 你不走的话 你会有一个fears 这个fears呢 你的恐惧就是 怕他 那个drug users 去抵完drugs 之后就会发电 然后拿着针来 刺完他自己之后就刺我 那我就死了 我不是感染了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suspect先的 但是呢 就是我会觉得 其实我们会不会 先respect了呢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harm reduction 里面其中很重要 就是我们 就是harm reduction 提醒我们 要去recognize 那个uniness 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一个difference 在那里 而 其实这些 跟社工很相似 如果大家还记得 大家如果在座都是社工的话 start rear the clients 就是我们坚守的顺利 就是placing 其实是跟回 就是跟回那个clin 所以 其实clin 其实是有权去选择 它是完全不吃 或者 可以是moderation moderation就是色可而止 就是modering它的用量 它不是完全不吃 不过偶尔吃一下 如果回家是party drugs 那它可以偶尔吃一下 但是它继续可以上班 在拍针的例子里面 炒两尾 其实现在澳门 有美砂糖之后 又有派针 是很矛盾的 又派针 又美砂糖 那样 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是矛盾的 因为其实它们是modering 做一样东西 就是月头 因为有 你知道澳门派钱的 那就是 月头 月头不是去 月头去做什么好呢 如果有钱 当然是可受打 fresher 就是打针 那就开心一下 那月尾 没钱的 就花药味砂糖 其实挺有趣的 moderation了 然后moderation了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契机 其实社工捉不捉到这个契机 就是它月头 我经常跟学生说 你去大小组 请你避过 不要5号、4号搞 你搞的 当然是月尾 差不多25、26号搞 那就对了 那实际上真是对的 就是月尾呢 你搞活动 就是有饭吃 一起谈东西 就全部出席了 但月头你不用自然 除非你搞drop party 就是大家一起开party drop party 就会出现 那这个事实是ok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这种状况 炒两尾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我真的开始去到现在 这个部分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问题就是炒两尾 就是它又可以 谈判到的risk 和pressure 你不要想着美砂糖 大家知道美砂糖是什么 美砂糖是什么 美砂糖是顶人的 它是没有pressure 是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跳回去 在swedenland 即是瑞士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 就是Heroamine的prescription 现在不是给房子你 然后那个护士站在你旁边 看着你打针 打对不对 给你一块镜子 没有纸 他说既然你都炒两尾 那么多年 不如我们就配白粉给你 我们配一些pure 高纯度的白粉给你 让你享受一下pression 是不是很疯了 很疯了 但是呢 我刚才不是说 我会批判这些Harm Reductions 然后后来有些Drog users 就 你的白粉这么傻 不行的 没有risks 你想想想一下 如果你在一个 其实那个位置很像 那张桌子 然后有一块镜子 然后那块镜子 为什么一个镜子 不是被你照着打的位置 是被护士看到你 有没有暈倒的 你想想 你这样 其实那些访问的人就说 喂 我想让我护士 明明我打完针后 在这儿 在嗨的那一刻 你又怕我overdose 因为始终那些都是 政府经营的机构 如果你overdose 他很麻烦 那就被人骂死了 你还 开一个档口 派针也算了 你还要开白粉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压力 所以他们一定要弄到 他那个很干净 给一些纯粹的白粉你打 但是原来 好了 我们对所谓 他们的角度 我们对你的触用者 这么好 那 谁知道你就说 你仍然都是喜欢在街上 那里的 那条后行 那里打针 那他们就觉得很puzzle 那为什么呢 原来就是pression 原来就是那种pire呢 其实我等一下就会说 那种pire呢 不只是drugs 带来的 其实setting呢 和你的set 都有关系 那等一下 那里面会有这个faring 好 那很快呢 飞走几张 就是pire point 那些harm reaction 是一些例子 心痛交换 导胎 性工作 就是说 就是气樱这些收集呢 就是处理一些 就是 就是 不要在公司气樱 那样 那就是在医院那里呢 其实就有一个兜 你生了出来 就请你打一个兜 然后这个兜 就通知护士 一些护士 那些护士就立刻跑回接到气樱 那这些呢 在万西亚都有 那就是 都是harm reaction的方法 那就是 禁烟啊 这些tolerance zone 红灯曲 这都是一个例子 那这些呢 就是working approach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似乎有点欧欧的 我想我继续是上当年那个自己都是做disco里面 做一些的第一批社工和名外当年就是清贴 那我就找回当年名外其实有些宣传的卡其实都有用过的 就是我很想告诉大家其实讲十多年前 其实香港都很前进 当然了未去到regalization或者去到 就是将大门合法化这些讨论就根本未可以去到 这些都是一些外国的例子 在美国有Dance Safe 英国有True Hour 澳洲也有Wave Safe 这些其实不是社工做的 它全部都是drop users自己去组成 就是它要自救 它要自救就是在夜场里面 那就是做什么呢?做peel test 就是它们自己developed了一些 如何试试一下那些拼头丸 究竟多不多正东西 就是正东西就不要有那么多副作用 那它就上当年就是在那个disco门口去试试 那这个就很有趣的 上当年我们也问过年轻人 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这样搞reel test 你同不同意? 那它们其实都觉得不应该的 因为它们自己都深受了一个严禁主义的影响 它知道自己的辩试是不对的 但是它都不会去到外国那些那么疯 就是哇,你试试那些票 然后你去乘试那样 但是整个mentality是很不同的 但是这些就很可惜就是 当年我们只是按paper 去知道你外国制狗做 那你都见过它们去怎样做 那可能刮少少拼头丸 当然现在人流行拼头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令它们去验一下 它们现在正在的那些k仔 究竟里面的成份是怎样呢? 那些兵的成份是怎样呢? 有没有可能呢? 其实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我稍后都会说 其实2001年的时候呢 就是政府发验所的法务部呢 其实是出了一本 他们在警方在野场里面搜集到的drugs 如果你十多年前是前线社工官 我相信特别是外展队 你一定会收到这一份东西的 那我都保留偷走了 保留到现在 就是因为呢 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是很匪而所 为什么没有呢? 2001年出了之后呢 就没有再出了那本东西 那本东西呢 就里面都罗列了那些drugs 我记得我当年在野场里做的时候 好像在VIP房里面有一个catalog 因为我们在里面做了education 我吃过这粒 这粒是什么? 铲...铲...铲C 是不是? 我忘记了 铲P 如果我说铲P 你便知道你是什么年代 剃球员的 这样 那... 但不是没可能的 那个pill test 就是说其实 由政府发言所去test 那些兵 你收到那些兵 里面有什么成分 你便发放给社工知道 那给社工知道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跟这些兵人去谈 其实以前也做过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发放 我不知道 现在先更新一下 大家还有没有收到这个... 没有了 是不是? 就是政府发言所会定期 会更新 然后给前线社工 就chop住 或是confidential 那都是我们confidential 拿着它来给那些兵人去看 那我就觉得 就是看看你自己吃那包铲 其实这个pill test 如果说确实在外国 它更惹的 就是你可以寄去他们一些 私人的lab里面 譬如我是在Alien 譬如这家Triana 不知道大家还知道在哪里 没有的 是广东道来的 这家 阿姨记不记得在哪里 三十间 尖沙咀 尖沙咀那间 转过很多次 当年你还记得有这家disco 转过很多次的3D 那几间 如果当年其实就会做这些东西 就是在夜场里面的harm reduction 会不会 就是 里面太烤了 会不会有cooling down area 会不会有harm reduction 的information 给那些client呢 这样 那就是会和外子都合作 会train一下security staff 就是等他 那些人都知道 你怎么扶他 那以前真的有做过 就是明外有陈伟霖 他们也做了很多 还要问迷的 在夜场那里 如果有一些女孩 就是 太大了 暈倒了 扶他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走光 或者被人收水 那就整个容易 让你推他出来 其实都可以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知道现在 歐歐的了 我打了一个绿色的point 就是 好像不很relevant 就不扶香港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夜场了 香港 还有 现在那些夜场 可能不是跳舞 就是进去k行 澳门也是一样 没有了这些大型的夜场 就全部算了k行 越来越隐蔽了 那隐蔽了 隐蔽了之后 如何呢 以前都叫wait party 那 现在就没有wait party 就叫做 就是真的进去 就是在澳门的情况 可能和香港差不多 就是年轻人会过珠海 那过去拱北那边 就有一些 就是设计房 就设计兵 那 可能再 再多些k行 因为其实澳门的年轻人 特别是一些职清 其实他们做 就是做 破搬 那他们其实收入是很ok 那所以呢 其实开始有趋势 都会找到很多k行 那 其实呢 因为废头呢 已经在一些研究中 都不用提供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 因为已经没有人 再去吃废头 那k行也很少 然后就主力在冰 那我不知道这个现象 和香港是不是都类似 那 就 吃冰的情况 是去到 开始很快跳了 那 那其实都类似 所以这几个harm reduction 就比较乱俊一点 可能不太apply to香港 和澳门的这些状况 好了 那这个power point 其实就是 就是讲完一大堆之后 其实 或者大家可能 作外同工都会了解 香港现在的状况 其实party drugs 就是 他们以前 我就觉得他们 就会 讲解party drugs users 就觉得自己不是道友 那 但是 但是现在 我就觉得有点 会不会回头 其实他们吃冰 那种状态 其实可能 都会 和吃白粉 都会似 因为那个addiction 有dependence 会比你k粉 更加严重一些 那这个也是我们 要关注的部分 但是 最大的问题 就是 这些事情 已经不再適用 现在我理解到的状况 就是 我在澳门 我的实习学生 接触的经验 就是现在那些 不是年轻 我最近 带实习学生 就 两个client 就是要做两三个case 其中两个case 27岁和35岁 怎么办呢 那原来吃了10年 都没死 那 没死之后 就没什么大问题 那 是怕被人拘捕了 那其中的一个 就 我稍后也会讲他的故事 就是 都挺有趣 就是我们现在是做了 不是青少年工作 原来是在做 成年的 experience 的drug users 而他们是很drug wise 就是drug wise的意思 其实他们是 negotiate risk and pressure 就是我现在不断 在我的 present里面 我会讲这个字 就是 他怎样跟risk 和pression协调的呢 而最后得出他要吃 或者他吃多少 他怎样吃 什么时候吃 何时停 由他自己决定 好了 这个就是 现在的虽诠技巧 就已经say no to drug CD 已经out了二十多三十年 但是 仍然政府都继续 没办法拉一些outside 那他继续要做这件事 而且已经是 我会用一个英文字眼 就是incorporating to the everyday life 其实以前k仔已经是 就是徐身袋一包 就是洗完个头 就是我们想多年做多谱的认知人 洗完个头 那便走一转背 吃烟的 那便随便说 10咖啡回来 那现在可能就是薄冰 我不知道 可能会是这样的 看一看神 那我想其中习惯性使用 之余呢 其实将他已经 吃了十多二十年 吃了十多二十年 那个三十五岁的中坑 四十五岁的中坑 他有一个很好的业务 在澳门 他其实是吃了很多年 但是他又 社工和他做身体检查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又好像脑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肝酵素又有些问题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和中年人有 又有些关系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我都知道 但是其实是否究竟 我们怎样将他 和drugs 连上关系呢 即是他那个问题 是否和drugs有关系呢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 这件事 就是我们社工会想一想 其实很多人 已经不是吃红吃 那么简单 我要看一下他的pattern 究竟他怎样将它 incorporate 了到他的生活里面 所以最后呢 我会觉得 我自己作为一个社工的想法 就是除了harm action之内 其实应该发展一套 究竟他们的risk management 的laugage是怎样来的 他们的智慧是怎样得来的 还有什么技巧呢 这个就是今天 我很想带到一个部分 好了 到最后 其实小小转换 说完这么久 harm reduction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就 这张pattern 我不出了你们任务 不过就知道 应该也好像有 那我就觉得 其实呢 我来说他 我觉得最好就是 这些学者呢 其实是2053年讲的 他说harm reduction有一个 role 这个 role呢 就是challenging the dominan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job use 就是of job policy 就是说其实harm reduction的出现呢 其实他就是站了出来 是一个挑战主流论述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是用一个technical approach 就是他这个technical approach就是 你没有针用 我给你针 你要吃白粉 我给你白粉 我给美沙棠你 当然有一些地区上面的difference 但是呢 其实他有一套很pragmatic的 很实用的方法 也都是很vary neutral 当然我这样说vary neutral 我就是挑战的 其实不是vary neutral 但是他就觉得 我就不想禁道德批判那些人 为什么吃不吃 所以就是我处理了technical的问题 more than moral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significant 很重要的intervention 特别是一个充满了道德批判的一个 就是濫药的drug debate 这个就是我自己看harm reduction的部分 所以回头就是问究竟什么是harm reduction 就是如果我们说harm reduction 你不说harm reduction是什么 因为很容易就会被一些主流禁毒大使 就是说最大的harm就是drugs本身 所以你不吃就是最大的减害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都明白我讲什么 就是如果drugs本身 他相信就是一个害存 就是咖啡就是害存 就禁止咖啡电 所以其实在harm reduction 我们都要去debate 就是什么是harm 而harm reduction 基于刚才我一边讲完 那么多理念之后 其实他觉得harm 其实都配合今早早的survey 其实就是一些drug laws 就是本身一些禁毒的法例 包括我一直在看的很多 藏有吸食工具罪 包括可能刚才 可能不知道香港 会不会真的推行一些社区厌毒 那这些跟改了法例之后 引申出来的一些法例 其实就是产生最大的harm 而这些harm 可能就是导致到 会将一些濫药者 是truder stigmatize 了他们 而令到他们不同出来 所以这些回应 可能前线同工现在都会觉得 是有我心里的感觉 我有一个恐惧 我找不到他们 当我找到这些drug users 原来他们已经很严重 这些就是前线成功的状况 就是logical 我常常踏上去 在想 也是的 如果lobal distribution 其实头和尾 或者尾那批 一定是problematic 才会让你见到的 如果中间那班 就是我所说的control users 一班控制得很好 又很平衡得到 risk and pressure 又是继续坐在你附近 你又不觉得他有剃 那班人你是看不到 那当然 如果再来整个角度就是 咦?那这班人 你现在找不到他 那他可能最后 就会变成尾端 那班popomatic 那班drug users 然后呢 sulfur course 就会很大的了 那当然是 那部分 先别想着 但是问题 你知不知道中间那班人 现在如何生活 那我今天就是想说 我们要关注中间这班人呢 其实他们是 不用社工帮 又没有被警察拘捕 又过着好的生活 某一段时间 他又maturing out 但是某一段时间 他又modeling 又回来 又再take 但是他又没有死 但是我不可以这样 完全在这个drop career 就是drop new career 里面 他没有衰过 可能他也会有衰过 因为我正在说 negotiate risk and pressure 他一定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做这个 negotiation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很难去 第三个 其中 就是93年的学生说 其实我们很难去量度 或者我们很难去 就是认可了 有一些 subjective benefits of job use 我们是不知道的 不过存在的 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好处 就是一个很主观的好处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我们要去处理究竟 他们的subjective benefit of job use 是什么 好了 刚才提过 那个香港政府法院所 如果你手上 还有这本什么 这两张照片 就是在那本照片里找出来的 就是2011年的时候 9月 政府法院所真的 把这些药 拍照给我们 分开了拼头戀里面 这张照片 有什么成分在那里 在外国 我刚才说 甚至乎是他们寄去 然后在网页里面 发布回 那我当年 十几年前 就在一个crazy 地想 行不行呢 有没有一些私人的lab 会做这件事呢 我想在香港的法律 一定不允许 但是政府 可不可以做呢 他可不可以 或是前线同工 可不可以request 这个政府法院所 他出过的 十年前就出过 不如你都update一下 知道现在那些兵 所谓的兵里面 是有什么成分 如果你知道的话 其实你 to some extent 可以少少近似 inside-up 就不要令到社工 和一些用家 其实距离差那么远了 好了 我刚才说到 一轮说了 那原来 就发现没有pressure 的原因就是 erasing 原来在整个drug discourse里面 其实是erase了的 就是没有了pressure 一样东西 而这个pressure 就算有 其实也是marginalized 了 如果你从来 如果你试试在google 去search 你不会search到drugs 和pressure 这些东西 大家是隐藏了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definition 我不详细去说 pressure是什么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等于我们要处理 濫乳的问题 我们只是处理 harm 处理 rechts 但是我们忽略了 这些drug users 最吸引他们 继续留在这个原因 当然 你可以说 他们都是逃避现实 但是 不能够否定 一定会有一些pressure 令到他去逃避现实 他才会继续留在这个drugs 好了 接着这个英文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control the loss of control 大家细味一下这个字 Loss of control Loss of control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方向 就是control this loss of control 而这个就是 Nisha 就是英国的一个学者 他都说 其实在英国 他们就说 regrational drug users 里面 他就发现很多的 濫药仔 很多青年人 其实他们在做这个 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rational cause and benefit analysis 其实就是risk impression 就是限量 当然他在限量 他自己的份工 他会因为被人知道他 拍摄东西 然后没有了份工 然后被人stigmatize他 所以其实 这种control the loss of control 其实都是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是否介入这个方向 那年轻人就是在做的 就是我说中间那批 那他们就是control the loss of control 所以才不会被人见到 好 刚才说了一两句批判 大家看一看 我先在这里停一停 我说到这里 都是不批判的 我不知道大家 是否喜欢harm reaction 所以这个harm reaction 这个想法 有没有听过 或者今天也是再重复听 我可以去快点 还是太radical 可不可以少许feedback 一两分钟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概念 或者 都有的 是吧 有没有什么question 就是对于harm reaction 可以说一点 因为这次也是一些open forum 我要讲可以继续讲下去 但是如果大家有一些讨论 其实都可以在这里停一停 现在的harm reaction 是否你们理解的harm reaction 是 我是听你的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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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帮你 其实听harm reaction的时候 认识不是很深 不过其中一件事就是自己知道 就是说harm reaction的时候 有时同事或者交流之间 就好像harm reaction 就是一个approach 你要接受它的时候 就好像你是 由头到尾要 adopt这一套的理論 好像当你用harm reaction的时候 如果这个作为只是一个 譬如一个手法 是你和一些drug users 它们的一个前任点 但不是一个ultimate goal 如果你的ultimate goal 你也是期望它可以 完全不值得 是 完全不值得 好像有一种互相矛盾 就是你用harm reaction的时候 就不应该作为一个 好像是一个 纯粹一个 隔入手法 你应该 切头切尾 你应该都是 接纳这一件事 尊重它 是有一个团队 就是它可以 这样去take drugs 你就不应该 好像 接着又会 趁机会 又和它聊一下 你其实会不会 还想去戒毒 或者这样 我觉得好像 好像是矛盾 你不应该 有一个这样的做法 就是我想在这里 就是careify 其实 如果我作为一个社工 我使用harm reaction 我是作为一个 刚才的一个手法去谈 就是一个手法 去帮社工 可以和他打开关系 去谈论 但原来社工 其实最后 都是想去教的 但当然 那个ultimate 功是这样的 那我不知道 作为 你自己想 你问了这个问题 就是问了我十年前 掙扎的问题 就是究竟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harm reduction 是一个 means 还是一个 ends itself 就是在外国 都有很多讨论 就是 为什么 如果你看到我 刚才那张power point 有harm reduction 就是risk reduction 有harm minimization 其实澳洲和英国 都争论一堆差 所以澳洲是用harm minimization 就是他觉得harm reduction 太激了 澳洲实际上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他就和英国那边 就是欧美那边 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自己就会觉得 刚才我说过 defination harm reduction 是没有一个 一统的地方 我自己经常都在想 是means 还是 ends 如果是 ends 的话 那你看你的 talent 因为我不想去push 你社工就 其实有去到另一个极端 就是 你harm reduction 就harm reduction 那就不用介 那民生我想社工 都是必必做的 因为我们实在是 整个 job discourse 都很影响我们 而且我们真的 如果 你想想我刚才说的 社工 经常见来见到最惨的 那批 你见不到一些很型的 job users 我见过就是 我做研究的时候 在ray party 那些访问之后 你问这么多 我整天就知道 那我就见到 我每次访问完 那些 job users 最后一句就是 你问这么多 其实你不会明白 不如你试一下 那我就会觉得 我很庆幸 因为我在一个 research 就是 research 的角度 我可以见到 这些型的 job users 还未成功 在外国我见到很多 就是打完针那些 打完针之后 你讲的 你讲的这么好 你讲的 就是全场鼓掌 这些 job users 都会在 Harm Reductions of a Conference 里面的 可能稍后 阿嘉林会说很多 那些更有型 我相信阿嘉林会见到 很多更有型的 job users Solomis 那个Open Society Foundation 还有拍片 然后上很多 上去YouTube 做很大型的 campaign 现在在 Belgian那边 做很多工作 那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们先搞了自己社工 你想清楚 我会觉得 如果是 as a means 都没问题 最后其实 因为那个 client 他真是可能在 就是我们不可以 不是现在整个 dominant的社会 其实都是 expect 大家 就是要做回好 主流人食是最好的 所以我会看 又是那句 Harm Reduction 都容许start rare the clients 不过 我觉得有一个要 aware 就是我刚才提到 就是千万不要去到 是一个 means 那个部分 去了 那些 drugs 就是对于 要严禁主义那些人 最大的 harm 就是不吃 我不想这样 给这种 因为律序吃了这个狗法 Harm Reduction 你顶多自己站在中间 你不要 就是你倾向 是一个 means 但是你不要 完全去了一个 就是要完全不吃那个 那你就没有了 Harm Reduction 那个 critical arch 所以我会这样看 那些人 而且都会 你先 你先 我倒转了 我不是这个爱事社工 我怕我问了问题 有点理解 但我经常想到 不同的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这些概念有得延伸的话 我们社会社会 很多东西 都是认识的 就是由吸烟 到打机 到去看韓劇 就是 我都试过 自己 将那些 政府广告的 这些书全 replay了这些 材料 就是都是这样 就是 因为我记得多不睡 手震 不够睡 都会哭到那些 都是差不多 那 可能记理论 也是一个 整个社会管治的问题 就是 其实你怎么理解 整个社会 去吸烟 我对人家都不明白 如果政府说这么严重 那么多钱 现在呢 其实就 那么多他就可以了 就是 他怎样去 select 大家看他怎样去 select 那种的禁忌 第二 其实 可能我可以透露你的问题 其实 那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 就是 他怎样去 select 一些东西去 sensor 去 control 以我们又怎样去 就是 那个系统是怎样去 運作到呢 就是我都担心 我自己喜欢看韓劇 就是 就是 他会发明一些东西 令我不看韓劇 很多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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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你是 你是 你是后现代派 你是 富谷 奖 就是 就是 你是会相信 而我看到 control users 那一件事情 那种事情呢 其实他们是在顺应的整个 而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现在就是 这种的research mentality 呢 就是去发掘一些 我们这班外人 不知道的事情 而那个世界存在着 所以其实一定会develop到这个skills 如果我们信不信 我们没办法不信 人是有那个能力 是being rational 我们的社会是逼我们新自由主义下 你没可能不 rational 所以你选择看韩剧不看韩剧 什么时候看 只要不要影响你份工 其实你都会找这些方法 那就是买一部手机搭车梯 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 其实我们的社会 自由主义的社会里面 是逼使我们是会develop到这些strategies 而我用这种mentality 都看回其实它们都是 Rational Costs and Benefits的analysis 在drugs 里面都会这样做 好 最后一个 再多一个问题 好 我也想想说回来 有时我们做前线都有些挣扎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尊重 那个客人的意愿 究竟他是想怎样去 manage 他的脑袋用途 但是我们都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始终我们有些都是 savential 给钱的 那你都明白大家 可能做开车工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指标指标指标 那些东西 那为什麽在中间谈计呢 其实有时的过程都在想怎样可以做 因为我们看到前线的经验 就不是我们可以达到标 就代表可以做到的 其中一个我们经常要挣扎的指标 就是 我想做CTSA的 你应该都很清楚 它要你交一个指标 就是你来接受復活的人 有多少成可以介绍 维持到之后 介绍了之后 维持到有多少成呢 是可以review drug free的 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在 就是真的实际工作上面 有时真的有一个矛图难处 就是怎样去review 现实世界 跟我们眼前见到的 其实的需要是很不同的 那这个我想是 做开这一行的社工 是不断在掙扎着的 明白了 明白 很真实你这个问题 多谢 那是的 就是我因为都 不用填 脱离了这个苦海一段时间 那我完全明白 甚至乎我记得 我自己在香港做社工的时候 都是三个project 都是贡献基金的贊助 那就是不停要填很多这些 form 然后就要 如果你做IC的话 就要制作 告诉同事 喂 这不是successful case 还不是close case 就是你要想好这些诡计 就是打三个人不知道 就是你就会知道 喂 其实说真的 大家知道怎么drug free呢 就是我就用回他们的邏輯 如果drug free是要靠research去证明的话呢 那我稍后来说那些呢 我们就要制作 discourse嘛 我现在在讲的 那我就要制作给他听 就是一就是我们说 就是现在他那个 pamporary的moderation 我都会当作free 就是如果真的处理行政方面 pamporary的moderation 就是vitamary的abstinence 就是他暂时不吃 我就当是 那我稍后呢 就会有一个list给大家 那因为是control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用得着 那个什么是control use 和什么是uncontrol use 但是这个呢 就是来自一个 就是Belgium的一个 andrographic research 里面去做出来 那我就回去 不如我不要罵 discourse了 那我先跳了 如果你有兴趣 想和我一起 罵discourse的话 你就再和我联合 那我跳了 就是因为傅高 他就不是罵的 不过 即是实际上 他是爱之心 即是我自己 我的角度 都是爱之心 集之前 那我仔去看 harm reduction 就是我觉得要知道 那个credit在哪里 那我就skip了它 那就进入 一个比较application的部分 其实刚才说到 sillow research 其实有一个term 就是我这里没有写 就是prevention science 那在外国 就有一批harm reduction 就会走出来说 其实呢 所谓的research 全部都有 有个底稿的 就是我自己的论文老师 就是在港大的 社会学系的老师 那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拿过 他拿过 做了几年前呢 就是拿过一个research 就做冰 就是看那些人 因为吃冰 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都要做 掃地 臭小孩 就是外国不是常常可以 请家庭 那怎么维持呢 那就是吃冰 那洗头 就是一日洗二十多三十个头 累的 大哥 又闷的 那就是吃冰 那他只不过是想 mention 这一点而已 然后那些委员呢 其实很多外国的研究里面 都说一种 其实drugs的研究 根本就是有定谷 所以 其实是否大家觉得 就是看一些所谓的drug research 出来的结论呢 当然不用看了 可能那些记者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一来那些记者 就会问现在是否很严重啊 那些生死的问题 就是只要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drug research 我经常都会想 如果有一天 我有机会可以发布一个 就是 文革品的研究呢 就不是说他有多危险 是说他有多厉害的话 就是可能也挺crazy 但是 原来最后那个逻辑就是prevention 你做什么都好 你最后 end up 你不是prevention 你有十个findings都好 你有九个都是要 是说他不好的 有一个呢 你就在你自己的份report寫了 不要向我攻破 就是其实大家都很恐惧 所以prevention science 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部分 另外就是 我估计许宇宝强老师 都应该会说类似这些东西 就是culture of free 就是一个恐惧 其实都是由一些调查研究 制造出来的 就是只要有一个医生 然后做了很多的白老鼠的研究 就说Bredi Tang K就会对这些有害 但是从来没有人做一个研究 说Bredi Tang 中间那群很潮的drug research 他们怎样 benefit from drug use 大家是不是不敢相信呢 其实你问我 我说完我也不敢相信 但是我唯有相信 我不知道 我只是能够相信自己 不知道 他们不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是 其实你看一下 那些drugs 为什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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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吃了去哪里 即是 没有吃到 难道 不会的 那他们怎样吃呢 我就很有兴趣知道 所以又是那句 就是negotiating risk of pressure 之后 其实就有一个 即是 有一个control use of drugs 在那里 那我呢 因为上一次 我也轻轻说过 一个小小的research 那其实这些都是 刚才英文的 那些parphone都说过 那就是我希望 在澳门里面 做一个类似的研究 那 小小update 就是我们之前呢 就做过小型的一些研究 就是 不是这两个 那我们就做的研究 就是 我就是向刚才的方向 就问 究竟control use 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发生在drug usage上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 进行当中 我们就用一些approach 去找一些hidden population 你可以不接触我 我 我就要train一群peer counselor 去snowball 滚雪球式 滚他们出来 怎样滚呢 你不用来见我都可以的 那总之填了一份文件 你喜欢的就来拿钱 你不喜欢的就 我们用这些方法拿钱 那你就 希望用一个层压式 推销的方法 那有一个叫rds 那 可以说一些 就是rds 就是respondent driven 的sample respondent driven 就是 我要用钱的诱因 我现在说的东西 是真的有很多研究 你上次打rds 其实你已经找到respondent driven sample 就是 要找到respondent去driven 例如他起 因为现在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找不到这群人 而我今天说的就是 这群人 就是很多control use的技能 在那 那我就很想知道 那我们 就是 在外国 他是可以沉压式 去找过 譬如我现在找 我认识阿Pak 那我找了他 那一个阿士多忠就是researcher 那 那阿士多忠找了我是种子 那我就能够找到阿Pak 那找到阿穎儀 那 那阿士多忠可能是不认识的 那我就再找下去 那只要阿穎儀和阿Pak 那只要阿穎儀 肯帮我做那份文卷 你们各有50 我就再多100 即 即 这个是不是 是啊 是的 没错 那就是可以make out 那是driven的 譬如有一张一段就跟我说 喂 你找了这么多女儿 可不可以找些南亚裔人士 那我就知道 再发散人找了 那你就 但是一定有个money 有个钱的誘因 这个钱的誘因 真的要很大的 因为如果不是 这班人是不理你 但是当然了 就是我自己现在 在澳门都没有 虽然有很多钱 但是都未至于可以 真的用钱 因为我们给到50 100 即我刚才那样 他们都会觉得太少了 就是我们一棵都不止了 但是我唯有用多 lawn money的感染去 我们真的很需要 找这些hidden population 帮帮忙 把这个信息pass下去 让我们可以 起到它出来 但我起到它出来 就不是真的想救它 不过我们就想看看 究竟它们是怎样 survive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即是在澳门 尝试用controllers的概念 知得出来的 好了 那这些都是 或者我跳一点 这些你可以回去慢慢看 那就是在一个research 里面 去说 其实很多都会选择自己 帮自己的一些 就是一些帮方法 那就是 在这一步 就舍得咸驴底湯 我这种心态 我讲一个我刚才想讲的例子 就是27岁 我自己的实际学生 认识了一个27岁的男孩 他就在那场工作 我们接触到一个 我可能在澳门的关集里面 即是澳门的关集 接触到一个 他就愿意去接受社工帮忙 所谓 其实就觉得我个学生 年轻的 有人在聊聊天就算了 那我就一直 我这个学生就觉得很难理解他 为什么呢 原来他是非常有力量 他说他去过山顶医院 即澳门的山顶医院 有精神科 他自己去 因为他吃冰吃了很多年 他就觉得自己有幻听幻觉 他就想去 他讲的这个表演 他就说 我想测试一下自己 究竟我的 幻听幻觉 是否跟直兵有关 我自己去住了 在山顶医院 这个是他讲的故事 最后他就觉得 是 是 是了之后 他就 他试 他试 他进了医院的时候 他不是完全没有 他觉得他的幻觉 没有了 他就学到 原来真的 平了药 一段时间 他就会回复 是 他就 是 他 他 是 1歲的男生,他自己試驗 我不知道大家病過的時候 你不會第一眼就去看醫生 你總是覺得頭不痛 就喝下一些金吉茶 或者再不是去看中醫 但你最受不了你才去看細耳 我猜一下 你都會有一個調節 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你是會學習到的 我想這個也是 控制用的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每個人都會自己negotiate 好了,這個自控的論述是怎樣出來的呢 就是自控的論述是說 他能流的成功其實很取決於外面的 如果我這樣抽空講自控 是不是所有人都做到呢? 不是,那為什麼會有一個 similarity 有些人做到,有些人做不到呢? 當然有些人可能做得好些 有些人做得不好 我們的介入就是希望大環境裏面 可以令到那件事做到 包括 legalization 包括 criminalization 包括 criminalization 這些外圍的事情 其實都可以做 不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例子 他不見到所有喝酒的人 或者吃煙的人 都會去到很差 即是患癌症死 可能結束了 但是喝酒的人不會每個人都瘋癌 你去到處都不會每個人都會變成病態悼痛 一樣的 所以其實怎樣可以做到中容呢? 怎樣可以model呢? 其實都很重要 好了,我很重要就是要講這張parpone 這張parpone其實是最早的始祖 就是它有一些perspective 有一些theoretical perspective 是講關於control use的 而這個就是drug setting的model 而這個model其實很著重 可能下一張parpone會比較清楚 你可以拍攝 因為我猜你們手上拿著那個 應該是很細的 這個就是drug setting 我覺得很好用 這個很好用就是 我剛才一開始講 其實每個人的濫藥的經驗都會不同 即是你就算 我經常都講個例子 在這間房裡面 總之有一顆病頭 放在這裡 同一個藥廠出 大家吃 但是你的心態 你的set 你對於drugs 你會不會很自由的 你覺得應該要大量化化 所以你對於這個病頭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的set會影響了 我剛才講過 就是drugs沒有變 但是你set變了 setting 那都是一間房 所以那個經驗 其實都會不同了 所以其實這個drug setting的model 就是告訴我 我們的介入可以在哪裡 你可以介入一些藥 你可以介入一個set 你可以介入一個setting 所以剛才講的那些hound reduction 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有free water 有些水 有些cooling down area 就是那個party裡面 其實就是介入這個setting 至於set那裡怎麼介入呢 其實就是 我們有一些hound reduction message 提醒他們 我想這個就可以做到 如果你有hound reduction 裡面怎樣處理drugs 就是剛才提醒 會不會由政府提供這些drugs 可不可以有peel test 可不可以將藥物合法化呢 那這個其實是drug setting 這個model 給我們看到 究竟一個人用藥的經驗是怎樣 那這本中文的翻譯書 也是推介大家可以去買製 就是第一本 是講hound reduction 說得很原備的翻譯書 就是挑戰成本觀點 那如果大家明白了這個圖之後呢 其實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失控 他的自控是怎樣做呢 那這兩張圖呢 我講完這兩個呢 就可以大家有些討論了 那剛才我不是說 自控是怎樣出來 以及不自控是怎樣 那這兩個表呢 其實你們沒有的 那就是歡迎大家可以拍了它 那我就翻譯出來 那怎樣得出來呢 原來就是一個research 就是剛才說 在十多年前 2001年 在Belgium的一個 做了111個experience的token users 那而得出來 就問他們 什麼是control 什麼是uncontrol 你自己說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透過一個 複製的研究裏面 是culture 那我就覺得 那香港 或者澳門華人社會呢 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這樣表 就是回應回剛才最後問 那位窮工 就說一下怎樣 就是是否要drug free 是否要力 才是一個success呢 會不會你看到這個control use 可能你現在看著這個表 你看一看 想一想你自己現在手上的card 他做不做到呢 當他做到的時候 你可能就 哎呀 你最好不好吃 可能整天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明明做到這些事情 那你什麼時候 可以完全不吃 其實本身要處理 是自己一個worker 那這裡我自己會說幾點 比如剛才我說第一那個 定期性的完全禁止 只有周末才吃的 不是在家裡吃 還有什麼 小食 非憑物食 工作 和學業遺先的 那這一堆呢 其實都是 即是 能夠 能夠完全停止 都是one of the options 來的 好了 那這裡有二十個 還有最重要就是 它可以談論吸毒以外的一些話題 好了 不止控用藥的重要指標 當然是有點相反 但是其實你看到 你可能就是 看到這一班 你就會覺得它是 是 你覺得這班就是 是 但是你只要 去由 不自控 調到去自控的話 其實就是你的目標 好 那 那 這兩張的 power point 其實就是來自 他做了一些研究之後 就回到 出來 那我自己呢 就在 我教書那裡 我就會看他列了一個表 那我列了一個表 就是會是 這樣一個表 那我就會給他填 就是給他 用者自己填 填了之後 就理同不同意 那我可以逐樣 逐樣去談 那所以run up how many options呢 其實可以在一個means 還有一個process 其實它的gradery change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 就是具體上面 在report裡面去寫到 說服到分特 它會可以容量 就是有這些success 其實都可以是 一個success 那 我不知道這個 會不會 可以給大家 就是我可能 overrun 我要給大家討論的事情 但是如果大家有 興趣討論的話 可以就住這個部分 可以討論一下 那我 以防萬一 最後 我等一下會回去 那個法案 那我就 最後一句 就是 自控不應該是一個 信念和想像 那應該是讓每一位 用藥者都掌握到自己的方法 那我認為 英文 我覺得就是 nothing will never die 沒有東西是會死的 就是 never die不是有甚麼死的意思 其實它只不過是undergrads 其實現在在 drug usage的情況就是一樣的 你見不到 不代表它存在 好 那我今天和我講的是這麼多 希望最後一段時間都可以有一些feedback 那就 對了 那就是這兩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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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同時都講到 現在前線的經驗 可能有很多 不掣肘的 就是回去的交代啊 或者是 我填一些form是怎樣的 但是呢 又可能在你的工作手法上面 有很多你未必會去報告上去的 一些的方法 原來你又會用了的 但是 就是 事先講得很多的就是 社工去看自己 怎樣看你 就是可能client 那些同行者的關係 你怎樣re-define 其實什麼叫drugs呢 這個我猜今天很 就是整天我們都很多這些訊息 就是究竟 是的 drugs是什麼呢 就是究竟是 你害怕 還是他們害怕 還是社會是製造一個恐慌出來的 那 亦都當我們看一些宣傳短片的時候呢 當吃毒品的家庭會破壞啊 跟著呢 就會死啊 跟著會爛啊 會樣子衰啊 沒有朋友啊 是不是就是這樣 中丹那些概念呢 Biu他們做的那個research 我曾經說過的 即是我們都同事下去 就是跟黃小陸聊 他們說 如果真的有社區業讀 你會怎樣 我不會讓你見到我咯 我回去上樓吃咯 本身社區業讀是好像幫他 但是他一直都是在吃 一直都沒有事 我們一直在看著他 這幫不是隱蔽的 但是 就說到 太多隱蔽的青年了 剛才說的其實呢 就不是純粹青少年了 我們去的是二十七 三十歲 三十五少中年了 那些 那 我猜一會兒可能 到他圓賽會議啦 剛才說到許寶說那些 我們會再多些的一些概念上 即是究竟石頭去連體 他現在才 BUIS 現在今來的同事都會有心 即是在面對處理一些實在交集到實在的方 Whoa 但是我很想有其他的出路 希望大家都會多參與 現在有沒有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呢 如果沒有可能要一些很行政的事 要宣佈而已 如果你聽到嘲說 spotlight 這個答案 是的 歡迎大家給一些收集 有沒有用呢 可不可以製作一套 都是說自控的 聽到自控和不自控的情況 我在想 其實是怎麼trigger 或者是怎麼motivate 它自己的控制 容若的能力 因為剛才有二十多項的指標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那種自控的能力 或者是自己控制自己 或者是別人去看它的時候 都是覺得它是不能控制的 我們覺得很多用藥者 就是嚴重 可能中間大部分用得好型的 我們看不到的 但是那種自控的能力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怎麼可以看到這些指標 就覺得它用得好有型 還是你都是最後去用 你都是不減傷口一點 不要吃那麼多 是不是不吃那麼多 就是一種自控的表現 其實都是的 如果根據這個 就是少用量 只是周末先用 我最終的問題就是 怎樣看到那個自控 怎樣令到一些容若者 它能夠發現自己可以自控 其實我很簡單回應 它不用知道自己自控 因為它自己正在做 因為如果它做不到的話 它一定會出現在我們眼前 就是作為社工 一定會出現 包括它其實去到被人抓 然後瘋了 沒有工作 就是家裡的 其他正常生活沒有了 我只是覺得整個自控的角度 是一個論述 其實要把它放進去 去抗衡回現在 就是零一的狀況 要不吃 一人吃 你一吃就是瘋了 其實不是 因為中間有很多 所以其實 當然 我覺得這個自控概念 要 我經常都覺得 要滲進去給他們 那 今天不夠時間 再去分享那個自控搜查 我的同事是否擔心 就是 當我在這個項目上 就是我相信 客人他有一個自控 但是我怎麼相信呢 他會不會令我糟糕呢 他會不會令你糟糕呢 為什麼他會令你糟糕呢 我覺得他搞得到 所以其實 反過來他搞得到 那你就做其他搞不成的 所以我會覺得 那個是resources的調配 而那些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些 那些東西呢 就不需要有一些 assistion 就是那個medical assistant 是ready的 就是他需要的 就是起碼他會覺得 我開始有一些 不太自控的狀況 我需要有一些援助 會不會馬上有一些 service可以援助到他 而他是不覺得 自己是被stigmat 所以那個roll pressure 很重要 那個低門欄 是很重要的 那 所以其實 反而反過來就是 我們 容量他們有一個自控 所以我們是做了一本 自控搜查 就讓他們自己回去 自己看 那你看完 你還給回答 你覺得不行的 你就再告訴他們 原來呢 那本自控搜查 可能兩年前出的 還在說K仔 那現在是在說冰 就是會不會有一本 吃冰的自控搜查 是可以開發出來的 那我們社工 有一些resources 就是可以幫他做 所以把一些內部的東西 翻譯了 把它放上網 但是很可惜 你剛才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想說那個hams 如果你回應我 我剛才的一張powerpoint 最大的hams 是一個社會的環境 所以其實呢 我講的這些東西 要同樣兩條距去做 就是你要對抗政府 對抗那些區議員 就是你要跟他們抗衡 那個setting 大的setting 就是你要處理到 那些policy上面的東西 其實它會影響到 但是 我仍然相信 under這樣的大環境下 他們仍然都有些 桌底下的方法去接觸 那這個是我覺得 這個research的意義 一些質食研究的research 我們走進去用一些 anagraphic的research 去看他們的部分 那這個自控和不自控的 那個出現呢 其實就是那個研究員 走了下去 和這111個 就是job users 是很experienced的 就是coking users 就是得出來的結果 對 是 這句 我聽到這句話 我自己看 自己那個 即實戰的經驗 或者是實務經驗 那 我有幾個問題 或者是有些回應 這樣說 那其實呢 剛才說呢 就是我們看他人 其實 即是subjective的一個benefit 其實呢 我剛才再去想的時候 或者有同事都問到 其實 即是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即是可以multivate他們 可以那個自控用藥 其實是那個 或者能力 或者是multivation高一些 即是我們如果做成功 那我立刻會想 其實除了那個 即是和他去explore那個 那個 即是他自己主管的benefit 層之外 其實 即是他 剛才你也說了 其實是 怎樣 他在overdose的時候 其實他會self control 但其實他再之前 那個self control 那個overdose 或者是食帶 或者其實撲冰之後 其實出現那些幻覺 幻覺 其實他就會落self control 那我想其實 那個multivation 其實就要去回前的位 就是其實他 什麼時候會成大 是的 或者其實他什麼時候會 即是 會 真的會做self control 我覺得這個 即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 第二呢 其實呢 剛才我去回你三個人的表 是的 那 因為呢 其實我本身做腹部 我呢 再去想多一點 就是那個step的心態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看到一群他人 其實是 即是我覺得有一群 遇到的 其實他們真的 中間那群其實沒有問題 其實社工 是可以 即是可以這樣說 其實可能都他不想 聯絡 或者其他 可能他是因為 失敗了 他才會過來找我們 但是呢 我再看多一點 其實那個心態 其實會不會再包 其實他本身的個人經歷 因為其實我看到有一群他人 其實是 即是因為本身那個 trauma 或者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影響他整個 那我想其實如果我們再去做的時候 其實就是 即是 那個聲音的心態 或者那個強制LP 其實是怎樣去形成他 他有這個心態呢 是的 那我會再感到一點 第三個就是其實呢 我想說呢 因為其實 我又想問多一點 或者不說 因為其實的而且在我們 實務經驗裡面呢 有一群呢 是即是 不能自豪的 是的 或者可能其實在說 是的 就是addiction 應該不說 是的 那我就想問一點點 其實的而且在我們 過往 即是做事的經驗呢 其實有一群是做不到harm reduction 或者其實在說 control use 其實是做不到的 是的 那我反而也會再問一點點 是的 即是在這些位置呢 其實我們自己很矛盾 即是其實 或者其實可能他們呢 都會覺得 其實他自己是介入到 或者其實他們都要覺得 是 zero tolerance 是那個他的終極目標 即是他們覺得 一定要是這樣的 是的 即即是我們怎麼跟他 談這個harm reduction 的事情 那所以我又 即是可能在你今天 的presentation 其實我又想到這些 謝謝你 很快的 那只是回應 最後一個 即是 可能由今天開始 大家試一下 轉一下 一些terms 即是你剛才說 那即是addiction 即是你講完一輪之後 都會要講回addiction 那我說 即是我會看addiction的字眼 幾隻臉 即我都沒有前景的 但我 laws of control 呢 我可以control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語言上面 我們怎樣令到 那個client 其實都有hook 當然 即是去到problematic 那些 我在這裡講的東西 不是否定了那些分析 而是即是我們再 一個框架 一個frame frame 你剛才說的 即是他不是addiction 他只是loss of control 在他人生裏面 因為某一些很trauma 很traumatic experience 令到他loss of control 你可以掌握你的人生 即是我想這個是 就是我會盡量不要用引 不要用毒 這些字眼 準確一點 你是用還是missuse 你是control 還是uncontrol 我覺得這些是 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其實cassery 可以繼續做 不過就知道 你說那些locational users 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都可以很多事情做的 那就是他們 其實就是 固定他們繼續keep it control 如果你真是loss of control 你有一個awareness 所以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射光是否可以跟他聊 你原來用這個表 就是你去跟他聊 原來你有某些時間 你是會loss of control 你會一個at risk 去loss of control 那你aware一下 你幫他locate這些loss of control 那我想這個都是 即是這個control的概念 好 如果同事還有其他問題 那今天就好多謝謝C 幫我們分享 Loss of contro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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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